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天必日 阴气森森 特别是风一吹 哗啦啦的树叶 给这个寂静的地方增添了些许神秘 走在这条小路上 最恐怖的是 必须路过两三座坟地 墓地离你仅有两三米远 其中还有一座清朝光绪年间的墓碑 墓地已挖开 腐朽的棺材板就在路旁扔着 好多人白天都不敢走这里 那天晚上我也是犹豫在三后才选择了这条路 心随着哗啦啦的树叶声跳动 比平时更快一些 不自觉地加快脚步终于穿过去了 眼前豁然开朗的是一片庄稼地 我突然发现 眼前二三十米处有一个白色的影子 在离地两三米处随风飘忽 当时吓傻了 脑子一片空白 张大嘴巴呼吸 却没有一点氧气 头皮就跟炸的一样 一阵阵发紧 浑身冒冷汗 印象中 这是我被吓得最严重的一次 感觉呼吸都已经停止了 停顿了大概一两分钟 感觉有了思维 想往后撒腿就跑 理智让我站定 而后摸头发 吐唾沫 发疯式的咒骂 可空荡荡地传来自己的回声 更显得四周寂静 人吓到了一定程度 看不到希望就会反弹 我的倔记也上来了 心想 就算是鬼 今天也不能拦住我的路 如果真的是鬼就把我弄死 弄死我之后 我成了鬼也不放过他 然后一步一驱地走了过去 心就跟要蹦出来一样 哪怕走得再慢 这二三十米总有走完的时候 当白色的影子离我只有三五米远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眼睛放光 好像看到了希望 然后头也不回地加速 从白影身边跑过去 一口气直到家门口才停下来 躺在地上大口呼吸 傻笑 感觉我还活着 活着真好 那次之后 我疯狂地破坏别人田地里的稻草人 因为那晚上离白影三五米的时候 我终于看清了 那是一个离底三两米的稻草人 穿着白大褂 由于褂子宽松 风一吹随风飘忽 吓得我差点晕过去 即使到现在 我仍旧对稻草人 以及布娃娃有心理阴影 下面正式开始 或是我亲眼所见所闻 或是流传甚广 文笔不好 大家凑合着看 九十年代的时候 我们当地修了一条连接禁忌鲁的省道 主要用于山西煤炭流向山东电厂 双向四车道 在当时已经是数得招的好路 路修好之后 频繁出车祸 其中有行人不注意安全引起的人祸 也有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情 我小时候有一个小伙伴 比我小 那年头上学不容易 需要骑自行车跑四五公里到镇上上学 所幸村子里同岁的有五六个孩子 大家结伴性 互相照应 那是夏天的一个早晨 我这个小伙伴在睡梦中突然惊醒 一看时间已经七点多 一边埋怨父母不早早叫醒他 一边纳闷别的小伙伴怎么今天没来叫他上学 他的父母起来后 也看到钟表显示时间 着急忙慌地做饭 饭好后 小伙伴已经没有时间吃饭 慌里慌张地就往外跑去 过了一会 平时结伴行的同学来到他们家 叫小伙伴去上学 小伙伴的父母在看钟表 显示时间还不到七点 突然心里有不好的预感 这个小伙伴的确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也就刚出村道那条省道上 一辆飞驰而来的大货车直接撞了过去 现场惨烈 小伙伴当场死亡 大货车肇事逃逸 事后大家都在说 一个人看错时间 不可能全家都看错时间 这是命里头该有此节 继续说这条路 有些耗事者粗略统计 此路通车后 出车祸死的人头脚相连 可达十几公里 有人说 这是新路需要生命记录 也有人说此路不祥 修路的时候挖出过好多坟地 惊扰了亡魂 还有人说 因为路旁所在的柳树 柳树巨阴 成临后遮天蔽日更加印起森森 也不知道谁说的有理 不过前两年 有部门将路两边的柳树全部刨除 改种阳树 这是真真切切能看到的事实 回到说小伙伴家 白发人送黑发人 小伙伴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 好多年后有了小儿子 才逐渐走出阴影 对了 小伙伴的妈妈在村子里属于舌头长的人 东家长期家短的传线化 也就是在小伙伴去世的那一年 夏天雷暴一下 披在他家的新房上 上房墙体裂出很大一条缝 索性没有人员伤亡 此新房是当年春天刚搬进去 让人唏嘘 事情过去好久 有一年夏天晚上我出去玩 平时夏天的晚上 村子都是比较热闹的 大家纷纷在门口乘凉聊天 那天晚上 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感觉温度比较低 体感发冷 那晚乘凉的人很少很少 大家过了九点就纷纷回家 也就我和三五个平时要好的朋友在村子闲逛 走着走着 我们到了村边 远远看到有些亮光 走进一看是蜡烛发出的光亮 我看到那个小伙伴的妈妈 点着一根蜡烛 一碗白米饭 一兜子纸前 走几步停下来 跪在地上撒几粒米饭 然后烧纸磕头 我们好奇地远远跟着 我永远记得她母亲的表情 温柔略带微笑 在烛光的映照下显得有些诡异 越走越远 也越发地不对劲 纸前燃烧后 会有风吹走 但是蜡烛始终不灭 我突然感觉她母亲身后 好像有一团影子缓缓跟着 我感觉越发不好 直觉再走下去 会看到超出科学能解释的事情 心里已经有点想回去了 突然同情了一个小朋友说 咦 你们看的是不是某某 出车祸驱失的小伙伴 我头皮一紧 扭头就跑 大家都跟着我 撒腿就跑 回去仍旧浑浑噩噩的 印象中 那晚做了一晚噩梦 第二天醒来 才听大人说 那天是小伙伴的三周年纪 昨晚她母亲在招婚 想想就后怕 我到现在仍旧记得她母亲诡异的表情 也不清楚 那晚是真的看到了黑影还是幻觉 也没有问那个朋友 是否真的看到了某某 从那晚过后 某某好像就成了我们的禁忌 我们再也不讨论她 事者已去欲 愿她一切都好 这件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或许是机缘巧合 可总是透着一分古怪 前面说了 我胆子比较大 两千年前后 我们这仍未实行火葬 谁家老人不在了 需要大张旗鼓的热闹三五天后 才手冠入炼 敲锣打鼓的游街道 事先挖好的木坑中埋葬 那时候我十来岁 喜欢凑热闹 对所有事情好奇 如果遇到事先挖木坑 准备埋葬死者的时候 我总要跳进那个木坑里面去看看 其一是里面冬暖夏凉 其二只是单纯的好奇 看看木坑和木坑的不同吧 一次两次都没有事情 也没有任何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胆子越来越大 终究还是自己坑了自己 记得那次是村子里有个老人去世 正常的一系列流程 到了收官入炼游街的时候 我鬼使神差的竟然跟在游街的队伍里 现在回想也记不起原因 就是想跟着游街队伍 非要安个理由 可能是好奇 想看看下葬的过程吧 快到下葬地的时候 我跑了一段 提前就到了下葬地 看到了事先挖好的木坑也不犹豫 直接就顺着坑壁的下角处进去了 我记得那个坑挖得特别深 比我之前进去的都要深 里面没有人 事先挖坑的人都已经上去 我自己在里面四处打量 外面忽然热闹起来了 我知道送葬队伍和灌菜要到了 我赶紧爬了上去 木坑旁边的人看到木坑里面钻出一小孩 都愣住了 我知道自己可能闯祸了 就赶紧溜了 奇怪的事情这就开始了 我回家后 浑浑噩噩地直接睡觉 一觉醒来也没觉得轻松 反而什么胃口都没有 半夜开始发烧 说胡话 第二天 去医院检查 只是说普通的感冒 开些药后一吃就退烧 撑不过半天 就又开始发烧 紧接着就是上吐下泻 那段时间印象很深 吃什么吐什么 在医院紧紧靠着书页为耻 记得前后持续了15天左右 人寿了一大圈 开始家里头大人也没往那方面想 后来实在是没辙了 抱着死马当火马医的想法 找到了邻村的一个看虚病的大仙 那天我妈带着我去的 大仙洗手更一点上蜡烛后 就跪在地上 开始捏捏叨叨叨的 然后就从案台上拿出一大把箱 让我拿在手里 在蜡烛上全部点燃 然后跪在地上 闭眼 箱举过头顶 我能听到他继续地念念叨叨 过了一回 他说可以了 从我手上取过箱 然后让我站起来 我看到了到现在都没法忘记的一幕 那把箱中间着得快 已经凹下去 越往外着得越慢 形成一个碗的形状 后来 大神丹问我在生病前是否 在某个目的停留 因为有个老人说我去他家了 然后弄得他挺不舒服 他就一直跟着我 听到这个把我吓坏了 我赶紧把之前的事情说了出来 大神说这就对了 那是人家的阴宅 你一个小子火气旺 人家马上下葬你还进去 肯定会让人家不舒服 当时我年轻气盛地说 以前我也下去过 怎么没事 大神说 因为这次你是在人家下葬之前进去的 火气并未消散 而以前你都是在之前进去的 火气已经消散 说得我心服口服 后来大神留下我妈 让我暂时回避 我知道 大神应该是对我妈说破解的办法 回家后 我妈买来了纸钱 蜡烛和香 并且用我的 就衣服做了个小人 具体操作流程 我也没细问 因为需要我全程回避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上午 我仍旧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 吃什么吐什么 第一烧不退 可是到了中午前后 我突然感觉到饿 特别想吃凉皮 半个月来我第一次有食欲 买回了两份凉皮 我一口气全部吃了 说来也怪 吃完后就感觉自己的病好了 当天下午就退烧 第二天一觉醒来 感觉精神焕发 这件事情之后没两年 地方推行火葬 我从此再也没经过木坑 对了 前两年有邻居去世 停放在殡仪馆 火葬后 骨灰安葬在骨灰堂 我去殡仪馆帮忙 火化那天上午 骨灰堂的大门打开 我又犯见了 特别想去骨灰堂看看 我一个人又进去了 一排排的木箱 就跟中药房存放药材的箱子差不多 不过比那个大很多 我一排排地走过去 看着箱子上贴的名字照片 突然浑身发紧 又阵阵冷汗冒出 好奇还死人 我逃死地跑出骨灰堂 在太阳底下晒了半天 才感觉好一些 从此 我再也不去类似这些的地方了 下面说的是发生在正午 开始是在少部分人中流传 直到最后在全村人面前发生 震惊了所有的人 村子里有个光棍 上世纪八十年代 有人介绍了一个南方妇人 嫁给这个光棍 这个妇人是被拐来 还是生活不下去 逃荒过来已经不知道 来的时候还带了一男一女两个小孩 女还稍大有十来岁 来到这里后也就安定下来 每日劳作 最起码有饭吃 有房主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 光棍也由于常年劳作 因病去世 那年头的贫困地区 人的寿命相较于现在普遍偏低 小男孩由于受不得贫穷 或也想回到自己的故乡 也就去南方打工 一走就是几年 未曾回来看看 当年的小女孩也已成为中年妇女 早已嫁作人妇 幸好婆家仍旧是这个村子里的 平时经常过来伺候亲娘 又过去几年 大概在两千年前后吧 老太太因患疾病去世 至死未回故乡看看 前文说过 那个时间段我们这仍旧实行土葬 老太太去世后 有女儿女婿张罗丧事 同时通知唯一的儿子赶紧回来 我记得是当天下午老太太走的 虽然他们是由外地改嫁过来的 没有什么亲人 但毕竟过来小二十年了 再加上村风淳朴 所有好多村民自发来帮忙 静身后穿上寿衣 就将人和棺材放在灵堂正中的台子上 没有台子 则需要放在凳子上 我们这的习俗是从这个时候起到下葬 人和棺材不能直接接触土地 土葬的木坑 则需要用砖头摆好安放棺材的台子 供人瞻仰祭奠 忙完后天擦黑 这是一切都正常 几个管事的商量和家属沟通 定下来排三下葬 也就是去世那天算一天 第二天算一天 第三天中午要准时下葬 怪事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前文说过 老太太的儿子在南方打工 那时候不是现在有特价机票 有高铁 那时候的绿皮车 在路上晃荡两三天很正常 所有人只能希望老太太的儿子 一切顺利能赶上下葬回来 当天晚上 好多村民忙活了一下午 陆陆续续地回家休息 只是留下几个要好的小伙子 在一旁喝酒打牌 他们晚上不回家 累了就在偏方休息会 有什么事情就照应着 半夜的时候 守夜的后代 披麻待消的跪坐在破席子上 困意连连 一个小伙子过去准备叫他去找个地方休息会 刚进去的时候就被吓了一跳 他往老太太的脸上看去 老太太竟然是睁着眼睛的 眼神空洞 但确实是睁着眼的 这一下可吓得不轻 大叫一声 惊醒了所有人 守夜的后代也发现老太太死不瞑目 一阵哭天寒地 老太太的女儿哭着走了过去 轻轻地给老太太喝上眼睛 这一下 留下来的几个小伙子 再也不敢进灵堂 一夜无话 早晨六点多天已经亮了 帮忙的村民陆陆续续都来了 看到老太太的女儿就站在老太太的旁边 手放在老太太眼睛上 嘴里一直在说 我让弟弟赶紧回来 你就别来找事了 随后让人找来一块金子 轻轻地放在老太太的脸上 后来我们才知道 昨晚上老太太死不瞑目 一直睁眼 哪怕和尚后过一会就睁开 一直折腾了一夜 开始这件事情只有少部分人看到 可事情并没有结束 第二天风平浪静 转眼到了第三天临近中午 老太太的儿子 终究没有看到母亲的最后一面 老太太孤苦伶仃一辈子 临走了 连个摔火盆的也没有在身边 让人唏嘘 按照时间 收官入殓 抬官游街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就在抬官的时候 乡里乡亲帮忙出了八个撞小伙子抬官 这时候怪事发生了 平时六人就能抬动的棺材 此时八个人就是抬不起来 再换八个人来 仍旧如此 偷着怪异 联想到前天老太太的死不瞑目 好多人心里都发毛了 最后出来一个长者 站在棺材前面 语众心长地劝了半天 无非就是耽误了时辰对后背不好 一直这样让别人看笑话 让他儿子抬不起头等等 这时候再试 棺材一下就抬起来了 仪式继续进行 开始游街往墓地走 村子里好多人都出来看 送葬队伍快到村口的时候又停了 事情还是出在台关这里 八个小伙子感觉越来越沉 越来越抬不动 渐渐有压弯腰的迹象 管事的赶紧吩咐身边的小伙子 就近接两个板凳过来 此时已然来不及 有人集中生智 找来几个砖头垫在四角 八个小伙子赶紧将棺材落在砖头上 这个时候 不止送葬的队伍愣了 就是在旁边看热闹的村民也愣住了 我当时就在现场 就连后背的哭声也停止了 突然 老太太的女儿猛地坐在地上 哇哇大哭 我们开始只当是女儿心疼老太太 可这个时候 老太太的女儿撕心裂肺地喊 我不走 我不走 我就要看看我的儿子 我不看到我儿子 我哪里也不去 老太太上了自己女儿的身 这个时候也别说实身了 所有人都头皮发紧 又无可奈何 只听那凄惨的喊声 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 有人去把女儿的婆婆请来了 婆婆来了后 蹲在女儿的身边 说 姓家呀 你这样让别人看笑话了 让你后代以后怎么往人前走啊 你这样一直不走 对你女儿也不好是不是 况且你儿子也往回赶了 她回来第一时间让她去你坟上看看 说了有大概十来分钟 我们也猛逼了十来分钟 中间没人敢说话 突然这个女儿就躺在地上了 婆婆赶紧弄了点水 在旁边叫了半天名字 女儿悠悠行转 一言不发 婆婆让两个人架住女儿胳膊 同时吩咐台关的器官 此时棺材又恢复了常态 后面就没有然后了 整个送葬队伍加快了行程 到墓底匆匆下葬 也没有出现什么奇怪的事情 这件事情对我影响很大 因为我在现场看到后 心里头有些怪怪的 慈母手中线 游子身上衣 而行亲李母担忧 珍惜自己的父母 趁着现在多打打电话 多陪陪他们吧 接下来讲几个校园的灵异故事吧 其中有听说的 也由我自己亲身经历的 我上初中那回 学校是个老旧的校区 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 三层楼 简陋的露天走廊 站在走廊上 可直接看到对面的操场 每个楼层有五间教室 我在三楼 其中西边的三个教室正常启用 东边的两间教室 已经封门封窗 具体什么原因不得而知 我的学校是否建在坟地上 我不知道 不过在操场上 还是有些奇怪的事情发生 那时候操场是个好地方 特别是晚上 黑灯瞎火的 搞点小动作也无人可知 特别是一些调皮的同学 晚自习不好好上课 逃课到操场的角落 几个人凑在一起点堆篝火 偷偷抽烟 喝酒吹牛皮 日子过得好不快乐 事情就是从经常逃课的几个同学 这传出的 以至于其中有几个人直接辍学 从此谈操场色变 事情有好多版本 我挑选流传最广的版本 给大家说说 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 天黑的比较早 月亮很远很大 隐隐约约的能看到前面的事物 晚自习正常上课 因为其中一个同学上学来的时候 带了几个生红薯 几个经常逃课的同学 相约去操场上边 烤红薯边吹牛皮 其中一个人还对我说 烤好了 来给我送一个尝尝 还是在那个操场最偏僻的角落 大家开始生活 等着红薯烤好 据一个当事人后来说 那天晚上 有人提议应景的讲鬼故事 一人一个 看谁的最害怕 大家都开始了 你一个我一个的 后来一个人内急 就去一旁解决 突然就听到他冲着双杠的地方喊 谁在那啊 我们在这呢 过来一起吧 其余的小伙伴都挺好奇 等他回来了 就问他怎么了 他说没事 不知道谁逃和跑出来了 一个人在双杠上坐着呢 我喊他过来 大家就都往双杠出看 可什么都没有 内急的哥们还纳闷呢 刚才明明有个人在双杠上坐着呢 还能看到穿的白色的衣服 大家都没当回事 可能是不认识的学生 或者周边晚上锻炼身体的村民 时间挺快 一会晚自习就该放学了 几个学生石头下也准备走了 突然路过厕所的时候 有个学生玩性大发 提议往露天粪坑里面扔石头 其中三个学生响应了 其余的在一旁看 一共四个学生 各自找到了衬手的石头 远远地扔了过去 扑通扑通 很快四个人就把石头扔进去了 大家看得挺开心 就准备往回走 突然就听到粪坑又传了一声扑通 几个学生你看我我看你 这操场还有别人吗 没有啊 几个人突然就跟炸了毛丝的跑开 路过秋千的地方的时候 那几个人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后来给我说起这件事情的那个同学 眼神仍旧有迷茫和不安 其中有一个秋千上的一人 却在无风自动 而且传出滋滋的声音 这帮学生一口气跑出学校 第二天 有两个孩子就不来上课了 这件事情直接导致有几个同学直接辍学 而没辍学的同学也基本不去操场 这件事情是那个当事人同学时候给我讲的 不排除他添加了一些东西 不过下面这件发生在学校的事情 是我自己的经历 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那是上初三的时候 面临中考 我偏刻严重 文科叫好 理科叫差 那时候大班互相补习 和我大班的是个理科叫好 文科叫差的同学 当时有学生自发的在下晚自习后 留在教室学习 我是其中之一 一般到晚上十一二点才会回家 学校每个楼层楼梯处 有一个物色灯泡 有段时间 恰巧三楼的楼梯灯坏了 整个三楼走廊有一个声控灯 一旦熄灭 整个三楼就被吞噬在黑暗中 开始的一段时间一切正常 我的成绩也有提高 可一段时间后 自发学习的同学越来越少 我记得那天只有六个人 四男两女 那晚上开始一切正常 十点左右 我有点困了 就独自走到走廊上抽了根烟 微风吹过 没有月亮 漫天星空 我回到教室继续学习 这个时候 教室后面有个灯管 可能启动气坏了 忽闪忽闪的 我索性关了后面的两个灯 跑到了教室前方坐体 两个女生有点害怕 主动和大家坐到一起 这个时候 教室的门缓缓地开了 所有人都被门吸引了注意力 教室安静地出奇 我也愣住了 过了两三秒 我主动说 没事 外面刮风了 然后起身去关门 可到了门口 我往外看 远处的书也纹丝不动 又过了两三分钟 教室门又缓缓地开了 直得拖着长音 我心到今晚上的风 怎么这么怪 说停就停 说来就来 心想着就又去关门 同时叠了一张指 夹在门缝 看得开不开 就这样的 过了大概十来分钟后 突然从走廊 传来急促的咚咚声 走廊的声控灯 立马就亮了 就跟有人 在走廊跑过去一样 因为是老旧的教学楼 都能感觉 整个楼在震动 那个时候 已经晚上十点多了 学校里面不可能有人 哪怕有人 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 在走廊里跑动 那声音真真的 所有人都听到了 当时我头皮就炸了 联想到之前同学讲的事情 后背凉起直窜 我强忍着镇定 看着教室里面的几个人 他们也看着我 我能看到那两个女生 都快哭了 后面更不安的事情出现了 这个时候 我饭间的网教室 后面的窗外看去 借着走廊昏暗泛黄的灯光 我猛地看到了 外面一双眼睛 直勾勾地在网里面看 呆滞无神 仿佛一个个地扫过所有人 直到他和我对视 大概有两三秒 可是我感觉过了很久一样 心跳加快 好像要蹦出来 脑门的冷汗 一下就全部冒出来了 这个时候 声控灯灭了 我是真被吓到了 这个晚上怪事接二连三 我招呼同学 今晚上不复习了 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回去 大家一致同意 出了教室门 关灯锁门后 我的感觉非常不好 体感发冷 却又不敢和别人说 大家匆忙地跑下教训楼 仍需要穿过 大概二三百米的小花园 才能出脚 小花园里 只有一盏高高悬挂的乌丝灯 随风摇曳 把我们的影子 拾而拉长 那两个女同学 已经哭出声音了 我走在最后 安慰着所有人 就要看到校门了 我回头看着那个教学楼 泛黄的走廊灯 仍旧时而亮起 时而熄灭 哪怕亮起的时候 也是在无尽黑暗中的 一丝光明 耳边仿佛仍旧能传来 咚咚的声音 透着丝丝的诡异 这次的事情 是我印象中被吓得最惨的一次 从此 再也没有人放学后 留在教室继续补习功课 现在 那个学校已经荒废 夏天的时候 杂草半人高 好多年后 我自己去过一次 虽然是白天 我仍旧感觉阴森诡异 匆匆地就离开 再也没有回去过